How are you too? 我已经很久没有入这种外景了 然后我今天很有荣幸的请到了永生的这个 南马的总代理的 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比较好 好的 谢谢蜜可妈咪 嗨 大家好 蜜可妈咪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好 我们是永生南马区的总代理 我们是公保孕育堂 那我是Karin 当然也要谢谢蜜可妈咪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小video 来介绍一下永生的产品 对 因为刚好我也是第三胎了 也是在讨论着那些 就是算这个是保健品吗 还是补品之类的 算保健品也算补品 因为妈妈产后最需要很多的补品啊 修复产品啊 保护子供啊等等等等 所以我今天就找到了永生 来介绍给那些尊妈妈们啊 或者是新手妈妈在讨论着这个产品 这个牌子的妈妈们 你觉得我先介绍这个补妖精吧 可以吗 可以 来讲解一下 这款补妖精的话就是做月过后的时候才可以 对 这款补妖精呢 它的成分其实都是由药材制作而成的 里面当然也包括了像冬葱下草啊 肚种等等 妈妈可以在盒子里面都可以看到药材的成分 那我们其实永生的产品呢 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像什么额外的糖啊等等的 都是药材制成的 所以我们永生 对妈妈业后妈妈的产品是 呵护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永生所有的产品呢 都是专注于妈妈产后修复啊 还有孕期胎骨之间的 所以这个是如果在好像已经做完月啊 在喂母乳的妈妈都可以再喝的是吗 对 做完月的在喂母乳都可以 当然像我们也有两种人群是不可以喝的 就是那种 妈妈正在怀孕期 妈妈不可以喝这个不要精 还有一种人群 那就是地中海平血症的患者们 他们不可以吃 因为里面有铁嘛 铁的话 对妈妈还有地中海平血症的人 是没有那么好的 这我听说刚刚的 那负责人也是我讲解 男孩子也是可以喝 男孩子可以喝 那现在不要精呢 除了火茶和妈咪喝以外 像爸爸家里的爷爷啊 奶奶啊 还有像我们这些上班族 长期要对着电脑啊 还是对着像video啊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熬夜 不需要吃的 不一定是讲生了过才要喝 对 所以就是除了怀孕都可以再喝 这样收脚冰冷 头晕 腰痠背痛 之所以症状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喝上两杯 那里面当然也有附送这个杯子 那其实喝一次的话呢 它是30ml 最前喝吗 还是什么 饭后喝 饭后喝 就是吃饱饭过就喝就比较OK 我们可以看看 这是我们里面会提供的玻璃杯 对它是玻璃杯 就是30ml 就是刚刚好这个 对刚刚好30ml 这是普通保健的时候 就是喝一次就好 那像是在怀孕后 有腰痠背痛啊 手脚冰冷啊 这些就可以喝上两次 我觉得在做月都应该要喝 因为长期要起来拌买啊 你一直这样做住啊 腰都会酸 所以这个补腰筋 我是觉得必买啦 对 我们也有很多妈妈认证 就是她在做月期间 因为她怀孕生完孩子以后 多数都会有腰痠背痛的症状 她们喝了这个 她们都会明显的感受到 她的腰痠背痛其实是有帮助到的 这样通常在做月的话 要买多少罐 进补会比较好耶 嗯 我们一般会觉得 一支这样呢 其实大约可以喝上 大概15到16次 那其实如果一个月的话呢 我们会建议两支 两支啦 像是Miko妈咪或者是 有很多妈咪会选择 像是在月子中心做月的妈妈们 我们都会建议把两支 那刚好是一个月嘛 但像是妈妈出了月子以后 还要继续啊 当然也是可以的 嗯 是是是 OK 这样子就明白 像这个补药精呢 就是普通人士啊 男人女女都可以喝嘛 那现在我们说嘛 现在Miko妈咪厨医 算是要进入的胎补期嘛 嗯 我们进入胎补期 那我们会建议 就是调补养生茶 有人叫它红枣茶耶 算是吗 对 它是红枣茶的减妆版 红枣茶的减妆版 它里面是会有30包 然后一包一包的 然后里面其实是药材制的粉色 散妆的粉状 妈妈可以看看 里面当中有包括荡森啊 红枣啊 南枣啊 等等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方便耶 就是可能刚生完出来的妈妈 萌萌你就可以拿着这一包 在冲水就可以喝啊 因为之前我妈妈 她是有跟我讲生了过后 你不要去喝到白开水 所以我那时候生了 我的饮料全部都是Milo耶 哦都是Milo 就是喝那种不是白开水的东西 所以现在有知道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我一定会带去医院 然后直接泡来喝 但是Milo喝到很甜耶 所以有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很方便 因为等妈妈煮到来的话 已经是我可以出院去月子中心啊 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比较方便 对而且现在很多妈咪可能 尤其是在做月子期间 他们出了月以后是马上恢复工作的 就好像哦 就是不肠上的妈妈可能做完一个月后 就马上回去恢复工作啊 或者等等是好像在家里需要 倒顾大大小小啊 老老少少等等 那其实跳步养生床是最方便抓的 因为我们通常 呃做月期间会喝的就是那种 就需要敦煮的药材嘛 那需要那敦煮药材需要时间 然后你需要照顾家人 还是你需要兼顾工作 那其实这个你随身携带 一天放两包在身上都不是问题的 所以我怀孕也是可以喝这个吗 怀孕可以喝 那其实像是我们会说在怀孕前 就是凌晨期的那一个最后一个月 我们是不要喝养生茶的 因为它里面带有生类的食物 像党参啊 医生都会讲在生的时候 不要接触碰到这个党参的东西 怕会血崩是吗 对的 哦所以就怀孕都可以喝只是 怀孕可以喝 因为养生茶它可以帮助到你补气补血嘛 那妈妈产后了之后呢 气血会比较虚一点点多少 而且你也需要用到来哺乳啊 喂奶啊 那你也你需要补气补血嘛 奶奶对小孩子来说 其实就是妈妈用血换出来的啊 嗯OK 那还蛮不错也很方便 那像是在葫芦果树 回到工作上的妈妈们呢 其实可以带上保温杯 那早上泡了带去就可以了 很方便 这个蛮不错 所以通常坐月的话 你会建议买多少盒来 坐月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先一盒 那当然你可以妈妈想要 持续的补 他买上三盒都不是问题的 因为一盒里面有三十包嘛 嗯好的明白 那当然女生在经期过后 也可以需要可以让你补回 因为他补气补血 因为我一直会觉得以为是永生 就是在坐月过后才要吃的东西 所以就是普通的时候 也是可以进补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珍珠丸 嗯OK珍珠丸 那珍珠丸大家都知道嘛 可以补盖美容养颜 那像是妈妈在怀孕期间 尤其是接近可能三个月过后 但大家也有 有些妈妈是比较属于早期 属于晚期 就是睡眠状况会不怎么好 身体会燥热 那其实我现在都开始热了 所以可以开始进补 可以开始进补 那一般我们都会建议 妈妈在三个月稳胎的过后 我就在三个月开始 燥热了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 因为有些人他们就会讲什么 怀孕不要吃这种太多凉的东西 对 可是我觉得OK啦 我第二胎之前也是有吃 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那在胎补期呢 我们都会建议吃一颗 就是吃了以后 晚上睡觉之前吃一颗 睡觉前就是吃了就去睡觉吗 吃了就去睡觉 OKOK 那当然如果有症状者 就好像我们说 他会在很燥热的情况下 那他可以吃两颗 就差不多类似像怀孕后期了 嗯 就是晚上到他可以吃两颗 那当然可能吃完了两颗 后续几次以后 他觉得他缓解了 可以慢慢剪回一颗都不是问题 哦 这样还不错耶 就这个可以吃到生吗 可以吃到生 然后生了过后 也是还可以再吃 还可以再继续吃 好的 妈妈们有没有听过通奶茶 你会觉得通奶茶是什么 妈妈茶也有没有听过通奶茶 对的 之前我们在通奶茶 换名字以前是叫做妈妈奶茶 哦 那就是因为叫做妈妈奶茶 导致有很多妈妈以为 妈妈奶茶那是不是奶茶 那其实不好意思 里面呢他没有奶茶成分 他既不是茶也既没有奶 那更加不可能像你外面喝到的 像奶茶一样 哇有奶有香 对他就通奶茶 那他主要的方法就是 帮你疏通乳腺增加奶量 像妈妈有塞奶的情况下 是可以喝的 哦 塞奶也是可以喝 对塞奶可以帮助你出动院 那当然如果你塞的很严重 我们都会建议你去咨询你的按摩室啊 对对对 还是对菠萝专家 对对对对 那其实里面呢都是药材成分 嗯嗯 所以不会有任何像茶的情况啊 奶的情况啊 你看像白通陶啊 荡森啊 对对对对r 但是这个是 嗯 tod 原事这个 就是赢了 这个 蛇 那当然有些妈妈喝痛奶茶觉得 都是药材的味道很苦 可能我接受不到药材的味道 那妈妈可以搭配养生茶一起喝 这样子泡两个两包参进去一起这样子喝 这样很薄耶 这样OK如果我喂母乳的妈妈 我觉得双冲浮到 对 丰富的时候喝会比较好 对丰富的时候早上喝 因为你早上它刚好晚上的时候 你的母乳正在分泌嘛 那有些人分泌的状况 没有这么好 那它这个就会帮助你通来 帮你疏通你的乳腺 哦 OK 这一盒里面就 20包 对里面有20包 哦也是OK 如果妈妈想试的话 也是可以买一盒先来试试看 如果OK的话可以 就继续长期购买这样子 是 妈妈都会很担心的问题 那就是月子风 是 月子风 月子风也是包括头吗是不是 对包括头啊 是其他 其实除了像我们所说的月子风 其实我们普通禁风的话 我们也可以吃 因为禁风你会脏嘛 你会脏 舒服完其实就有一点像是 我们所说的 看门口 看门口就好像你吃Panador一样 你家里随时会背着Panador Panador嘛 因为以防不被之虚嘛 嗯 那这个它可以帮助你窃风 当然上月子气这个都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里面是双料成分 所以是双倍功效 嗯 一盒里面会有十小盒 那就是妈妈在冲凉后服用 哦都是因为冲凉会有进到风 是吗 嗯 冲凉后可能会进风嘛 你关了热水以后可能外面有风进来 而且我们说风都是从脚底开始来的嘛 嗯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妈妈在冲凉用尽快的把身体擦干 把头发擦干 嗯 那当然你妈妈冲凉后就可以开始服用 因为我之前不懂了 我都是吃饱了 就吃这个东西 嗯 当然是建议是在冲凉后用 哦 OK 这样通常作业的话要多少盒咧 这个东西 嗯 因为传统作业都会需要用到树盒 那有些我们 有些妈妈会吃到十盒 但有些妈妈想要说完整期 在整个月的作业期间吃 那三盒是最好的 刚刚好三十天嘛 一天一盒 嗯一天一小盒 一天只是一盒而已 对一天一盒 这样还OK 我觉得还不错啦 这样子可以介绍中秋剧 我们的产量真好 每个妈妈都在问我这个产品 到底它有什么好咧 产后调理丸 是哦 它有什么功效咧 为什么每个妈妈都一直在迷着它 因为我前面两台我没有try过啦 这台我就想试试看 所以就好奇 就由你来讲解一下 那产后调理丸 为什么我们叫产后 因为永生其实就是在做的 很像儿孕妇的产品嘛 而且我们的产品呢 都是由永生背后的综艺 就是从这40多顶的经验 调制出来的 嗯 那产后调理丸 可能妈妈可以在四四面面的拍到 像照片啊 有些人会拍扁扁的肚子 跟脏脏的肚子 哦 真的有看到 就会导致很多人说 这个产后调理丸 我可以拿来吃减肥吗 有人问 那刚才直播的时候就有看到妈妈的 对 是不是可以吃减肥 很多人会认为 他削了肚子吗 那我可以吃啊 我可以吃减肥 那其实不是 它里面是药材 主要是帮助温婆子宫修复子宫 而且这个产品 专注于给产后的妈妈使用 所以叫产后调理丸 嗯 那为什么叫产后调理丸 因为妈妈在怀孕初期的时候 子宫就跟拳头一样小嘛 嗯 嗯 那当你慢慢怀孕的时候 BB就会随之他的长大和膨胀 对 那很多人都会说 我生完孩子以后 子宫自然都会收缩嘛 真的会这样子想 很多人会觉得要自动收缩嘛 那我们也要跟分年龄层 像妈妈20多岁生孩子 那他几胎 还有他自己的本身 舒服的新陈代谢 哦 就会根据每一个人的那个情况 来你们来给他们搭配 要多少关这样子 那像20多岁的年轻妈妈们 很多第一胎的妈妈 他们都会修复的比较快 因为身体年轻嘛 真的哦 身体年轻嘛 修复的很快很快 那其实第一胎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两颗 其实这样子是15天的量 嗯 它里面会有60颗 也就是说一天吃4颗 早上饭后两颗 晚上饭后两颗 嗯 这是一个一个月的量 如果是第一胎的妈妈 然后他是在年龄二 二十之间的左右 OK 那像是像30岁以后的妈妈 当然我们也说30岁 其实也很年轻嘛 现在女孩子 我都很年轻嘛 你不要讲我30岁 我就是老女人 那没有嘛 对对对 那30岁呢 我们没有说 一定要吃上很多盒 那才可以见到小 而且调布 这个子宫调理完呢 我们会只专注于妈妈在作业的黄金 进期间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黄金作业一百天 嗯 因为黄金作业一百天是你子宫恢复的黄金期 嗯 那如果你的黄金期 你错过了这个黄金期呢 你可能需要等到下一胎 你才有机会进行修补 嗯 每个妈妈都会讲 如果你只有胎作业做不好 你就要等下一胎 对嘛 这样没完没了耶 这样我们会干脆尝试这个产品调理 它可以帮助子宫收缩 修补你的子宫 加上呃像是在作业中心作业啊 还是我们到自己家里作业 都会有按摩师帮忙按摩的 啊对对对 那这个调理完呢 它就帮你修复你的子宫收缩你的子宫 然后外调呢就是按摩 对对对 就是双倍功效嘛 其实嗯双倍功效会恢复的更快 这样我就很期待到时候 松出来的时候那个肚子的变化了 到时候你可妈妈会亲自拍一个试试 是是是 我会拿来试试一下 这样有没有讲说 有些妈妈又讲 我可能刚好在作业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video 我现在想要想要买的话 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的 只要妈妈在作业期间 是在100天里面的话 都来得及 哪怕妈妈只做了 可能做了30天 那我们还有70天嘛 那妈妈还来得及吧 还来得及啦 还来得及啦 只要在100天里面 可是最好还是一生完了 去作业的时候 开始使用是最好啊 像是现在妈妈如果购买了 然后调理完 妈妈在后出院了以后 到月子中心作业 或者是在家里 所以都可以拍师傅 用场合调理完 所以最好搭配就是 吃到100天去吗 吃到100天那是 整个月的功效嘛 会看到功效 会看到很快 因为我觉得子宫也是要照顾的 子宫对 我们都说嘛 子宫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是 如果不好照顾 其实脸上也会看得出了 虚不虚落 而且上次妈妈在怀孕期间 产后了以后 我们就要修复我们的子宫 保护我们的子宫 那我相信很多妈妈都会有 这下一胎 对吧 有些人还在备孕啊 对备孕啊 尤其是想要备孕 第二胎 第三胎 那如果你的子宫没有排干净 没有修复干净 你也不想要你的第二胎 baby在你肮脏的一个物质里面 环境下长大嘛 对不对 这也是 像如果有那些妈妈是做那种小月子 就是可能不小心没有 也是可以再服用这个的 小月子 更需要是不是 对 就更需要 因为你已经不小心 所以把你的子宫调理回了以后 妈妈还是有机会怀孕 才更容易怀孕 对更容易怀孕 把子宫调理好嘛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 可以开始去 就是stand by 那些妈妈已经是 预备要生了的 可以买来 就是放进带产包这些 对 我们都会说嘛 像带产包 我们都会说 调理完啊 养生它啊 蔬核丸啊 服药精啊 我们都会称为 城市在带产包里面 当然也有通奶茶 有些妈妈就是可能乳腺会塞的情况下 还是奶量会比较少 通奶茶也是最好的选择 像如果好像有些妈妈 她们是在家做月的 她们要买药材那些 你们也是有是不是 是的 我们有提供药膳 就是28年泳成28天的药膳 那为什么我们有药膳会比较不同呢 也就是说像如果我们到药材行去买药材 其实都是很普遍 大家都可以喝的嘛 对咯 对啊 就是可能家里老老少少都可以喝 嗯 那永生提供的药膳呢 是专门为妈妈 调配好的铲 后做夜期间喝的药膳 所以我就不用再去烦 哎我买了这边 我又要再去别的药材店抓什么药材 有时候你可能少抓的你就少补了嘛 哦 所以就有看有些妈妈就问 哎 乌精丸 可是买了你们的那个28天的药材 就不需要再买乌精丸 对因为乌精丸是帮助排二路嘛 那其实我们的药材里面 头一个星期已经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 明白 所以如果妈妈们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他们这个产品的话 你们可以去到他的Facebook page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 宫宝鱼腿堂 他们时常也是有做一些那种小剧 趣味的小视频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一些 当然也可以收集更多妈妈想要我们提出的那种 提材那些是吗 当然像是教育性的题材啊 就是很普遍像现在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帮忙反映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给人家看引起那种功名这样子 对对没有问题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有更多 什么 记得 OK 记得 记得 把这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我再给个like 拜拜